批直线再杀追身 推后场出界了 李扬组合输了 李扬组合遭到了力准 输球的李扬两人非常不开心 并没有和裁判握手之一 因为他们确实遇到了不公平的办法 这是2022年澳大利亚公开赛 台湾男双李扬组合迎战中国的李扬组合 在上一场比赛 李扬组合战胜了台湾奥运冠军组合 所以李扬势必要为林扬复仇 但是没有想到上一场抢戏的裁判 这一场又一次出现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一次精彩的对决 第一局比赛上来 李扬组合就彻底爆发了 往前放得真好 防得也非常到位 还是强往得手 李扬领先一分进入下关段 刘宇诚的进攻还是出色呀 这个推后上的贾德罗太明显了 反而是自己的球放得不够多位 被直接插穿 李扬的往前球 似乎要比刘欧更加出色 进攻的连贯非常好 李扬组合基本上就一直在被动防守 靠着一个滚网球 李扬组合终于打到了一分 发球质量太低了 最后刘宇诚的一个刷球出窃 李扬组合轻松拿下第一局 不过刘欧组合的实力非常出色 在第二局比赛 他们就开始了立行 杨宝萱的发球也是直接被抢到了 不得不说 李扬组合这种进攻衔接配合 真的是值得一学的 李扬组合 李扬组合后场突击非常漂亮 又是李扬组合的进攻了 小欧的失误有点多啊 这几个球其实都是低级失误 刘欧成也是赶紧安慰一下 发球也失误 终于杀到了一盘 这个球居然判发的是发球失误 不过主持人应该是看了回放 没有问题 李扬灰这个杀球真的是 是四大历程20比20了 连过的进攻 牛拿到了第二个局点 还是李扬灰的追分真的是太硬了 最后李扬灰的一个推对角出界 柳尔组合劲难拿下第二局比赛 拖渡到决胜局 决胜局的比赛依然非常非常的精彩 柳尔组合胜末端11比8领先 我们来看看最后的对决 推的速度真快呀 刘宇晨这个高度这样弯折要去防往前球 那确实是优势不大的 又是李扬灰的进攻杀伤力真的太大了 刘宇晨同样也是不甘失落 比进攻他也没怕过谁 两组合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靠着李扬灰这种快速的进攻得分啊 这球又判发了一个发球伪力 杨伯萱是有点心态崩了 直接蹲在地上 因为这场比赛他被判发了两个 由于这个球视角完全被挡住 我看不出来到底是有没有伪力 这个球跟上一场打李扬的球一模一样 甚至也是欧宣义的杀球裁判再次判发的戒例 而这场比赛的2号场地居然也没有一面回放 真是让人意外 这两个球让李扬的心态崩了 而且直接落后了2分 李扬灰的心态还是很好的 还是自己的进攻得手 后场球发的漂亮啊 直接反超比分 这个事务真的太致命了 这球李扬灰真是神奇防守 真的是尽力了 这在地上还防住了一拍 往前放的好 李扬组合再次拿到赛点 如果前面两个争议 判发少一个李扬就拿下了 这个滚网运气真不错 这个运气确实也不错 又是一个弹网球 最后杨伯萱的推后场出界了呀 那刘欧组合再次顶住压力 完成力转 不得不说这关键球确实是厉害 而李扬组合输得有点冤 决胜局连续两次判罚改变比赛的走势 最后刘欲成明显给裁判示意 李扬也直接就是无视主裁了 毕竟这样的判罚谁又会满意人 你们觉得以下有误判吗